北韓 北韓真實面貌曝光 孩童上街乞討翻垃圾桶找食物 民眾自主意識提高 妇女遭軍方指責穿褲子 奮兒在大街上追打軍人 北韓正在改變 大陸東風21D導彈 最近傳出試射消息 速度是音速的10倍 幾乎無法攔截 射程高達1500公里 被稱為是航空母艦殺手 2014世足賽6月在巴西登場 球場遍布在12個城市 搬機需求大增 票價一度飆漲到10倍 巴西政府為了抑制漲價乱象 考慮開放國際航空 加入國內線營運 襄嬌海岸可可產量全球第一 同工數量卻高達10萬多人 許多人還不到10歲 就被賣到工廠工作 同工被剝削只換得三餐 更不知巧克力的甜美滋味 雲南旅遊勝地 香格里拉的獨客中古城 遭大火焚毀 古蹟復植一聚 救火時才赫然發現消防栓沒水 加上古城巷道狹窄 導致救援拖延 損失難以估計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您準時鎖定TVBS Focus全球新聞 跟國際接軌 今天我們第一個要談的是國際航空票價 因為這向來是大家關心的話題 頭條我們來看一個最近機票狂飙亂漲的國家 巴西 巴西在今年6月要舉辦世界杯足球賽 不是還有半年嗎 到時候呢有60萬外國球迷會去 巴西自己的球迷就有超過300萬人 關鍵是巴西氏足賽分布在12個城市舉行 所以各國球隊所有球迷 幾乎只有靠飛機來代步 才能夠一場都不錯漏 巴西國內有三大航空是獨攬市場 於是機票就亂轟台 我們現在看到舉例來說 從巴西首都里約热內盧到北邊的瑪瑙斯 票價呢已經從500美元漲到2000塊錢 一口氣升了四倍 這很誇張吧 而在去年10月的時候 從首都飛到聖保羅 航程是45分鐘 來回票價已經漲了10倍 更不能想像半年之後 要漲到什麼樣地步 這個價錢呢 已經可以從巴西首都 飛到倫敦或飛往紐約了 現在巴西政府知道 這實在太不像話 因此考慮破天方 要開放國際的航空公司 加入巴西的國內航線營運 機場裡黃綠鄉間的行李箱告訴你 這老老少少都是足球迷 他們都知道六月要到巴西看球 除了門票還得備好一張張國內機票 因為12個比賽場館散佈在巴西各方 或林河或棒山或是隱身商業大樓間 其中最小的城市庫亞巴 人口才5萬 堅持藉著賽事拼觀光 同樣為了踢一場球賽 巴西世界盃得勞煩選手移動的距離 約是上一屆南非的兩倍 例如美國隊三場比賽下來 得飛3500英里 也就是5600公里遠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這個說法 小朋友不懂媽媽也不懂 巴西國內班機的票價 從去年10月開始曾經飆出10倍的漲幅 聖保羅到里約45分鐘的航程 曾在一週之內從160美元漲到1095塊 這個價格平常可以買從巴西聖保羅 飛到英國倫敦的國際機票了 去年12月FIFA公布32國第一輪比賽的地點之後 球迷買票更有目標 比約熱內盧到瑪瑙斯 價格翻了5倍 世界盃足球賽32個隊伍 將舉行64場比賽 估計有15000名志工 外國的球迷60萬 巴西本國球迷更達300萬人 趁著需求大 航空業者要把油價漲 匯率差的損失補回來 因為國安考量 世界上只有澳洲智利等少數國家 許可國外業者經營本國航空的業務 目前巴西規定是 國內航段經營者最多只能持有20%的外國持股 但是政府為抵制漲價歪風 正考慮訂定價格上限 並且開放國外業者分食 國內三巨頭的藍天商機 各國記者報導漲價的亂象後 巴西航空業者才下調售價 增加航點之外 新申請1500個班次 三大國內航空業者之一 藍色巴西航空也說 6月12號到7月13號的賽奇 會自訂票價上限 單程美金450元 來回900塊不會多 2014年拉丁美洲航空業者 渴望有11億美元的利潤 以國內航空市場規模來說 巴西又是全球第三大 南美洲第一大 未來20年成長的幅度 也遠遠勝過南美平均 這個市場動能 怎麼轉化成旅客滿意的票價和服務 等著巴西做給世界看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另外今天第二則報導 我們要來看的是 你所不知道的真相 而真相由鏡頭逼視 鏡頭揭露 讓人除了觸目驚心之外 感覺自己好像也可以做些什麼 那是大家都很喜歡吃的巧克力 巧克力重要的原料是可可 而全世界最大的可可甜 三分之一的可可豆 每年供應量都來自象牙海岸 就是非洲您看到西邊角雨的這個國家 象牙海岸跟加納供應了我們所吃到的 很多巧克力裡面主要的可可來源 但是這些可可豆甜裡面 卻埋葬了很多年紀幼小的小孩子 他們原本應該被保護的童年時光 七歲就上工 這些小朋友一天工作超過12個小時 但是半毛錢都沒得領 所以在報導裡面 他們已經不算童工 叫做童奴 不到十歲就要拿開山刀來收成可可豆 搬進一袋袋 那麼袋子裡面大概重達6公斤 很多幼小的孩子要背著6公斤的可可豆 從田裡背到工廠 得了善氣也沒有辦法坑一身 而更可憐的是 他們朝大片的可可甜噴灑農藥 幼小的身軀 沒有任何一個人給他們披上保護衣 對於身心的傷害實在是難以計數 美國有線電視信用網CNN 在可可甜裡面記錄了這些真實 同時也告訴我們 全球好幾大巧克力商 在2001年就簽了一份協議 誓言一定會終止同奴 距離他們簽協議已經13年了 他們簽的完全是一張沒有行動力的廢紙 鏡頭前這個孩子當時只有10歲 卻已經在這座可可豆前工作三年了 他叫做阿布杜一天工作12個小時 但是沒有工資只有主人偶爾打賞 簡而言之阿布杜是個童奴 他告訴記者他是布吉納法索人 7歲父親過世後 有個陌生人便將他帶到象牙海岸 這座可可田當童工 在象牙海岸每年可可豆的產量 占全球總量35% 主要輸往歐美各國 而像阿布杜這種童奴在象牙海恆 這些全是苦勞所造成的 這些孩子得噴灑農藥 但是沒有防護護衣可以穿 他們要拿開山刀清除植被 以及收成可可夾 一不小心開山刀砍到的是他小小的手掌 以及細弱的雙腿 他們需劈砍豆夾取出可可豆 再將可可豆扛到工廠 發酵以及曝曬 一袋可可豆大概是6公斤 從田裡走到工廠 路途遙遠崎嶇 他們只有十來歲 體型瘦弱 背著可可豆的肩膀傷痕累累 還可能得善氣 但是喊痛喊累 是不可能的奢侈 這些稚嫩的孩子身上所承受的痛楚 患來的可能是你我正張開嘴巴 自意品嘗的濃郁香甜 廣告商總是告訴我們 巧克力的神效 有如柏優姐 甚至會催眠你說 只要吃了他們的巧克力 就能讓你擁有 奧黛利赫本的絕代風華 但是我們嘗到了 銅奴心中的酸色哭 或是嗅到他們身上 傷口的血腥味道了嗎 一年人類吃掉 300萬公噸的巧克力產品 諷刺的是 許多可可豆填上的銅奴 不知道這些可可豆的用途 更狂論知道巧克力是什麼滋味了 顯恩的這段採訪是在2011年進行的 巧克力市場這塊大餅的價值 在2010年時已經達到832億美金 估計到2016年將飆升到983億美金 和台幣將近3兆 誰從中獲利最多呢 當時各家主要製造商都信誓旦旦要改善可可豆填工人的工作狀態 2011年賺近60億美金的赫什斯公司承諾會投資1000萬美金 結果到了2013年12月底 這個協議如同廢紙一般 不過總統奧朗德也沒有想到2014 他第一個登上大版面的新聞是自己的超級桃色風暴 他究竟帶給現在跟他一起這個住在總統居所的女友 多大的撞擊和傷心 讓他的女友崔威勒傷心到住進醫院 因為據傳他親口聽到愛人總統證實 他跟女星就是距離我比較遠的這個地方呢 嘉莉傳出了飛聞 也就是說呢總統變新了 崔威勒當時是以第三者的身份介入 拆散了奧朗德跟交往30年的女友 因此呢在一般的報導裡面 把奧朗德現在的女友眾所皆知的 形同法國的非正式第一夫人形容為小三 而出現了一個新的小四跟他競爭 那麼雖然這一則報導呢 看起來像是一個流言蜚语 不過也有很多人因為 會發生的